你的水肿也许不是因为手术,还可能是因为过敏。 我们都知道包皮环切术术后会出现水肿的现象,但是有些敏感皮肤的丁油可能会没做手术也水肿,这时可能就是你的包皮血管神经性水肿了。 包皮血管神经性水肿是一种过敏性反应,临床常见包皮突发水肿,重胀透明,两至三天后自然消退,这就是发生于包皮的血管神经性水肿。 1. 病因与发病机制 一般认为本病是一种过敏反应,过敏源可能是食入某些食物、药物,也可能是接触某些化鲜品而发病。 2. 由于过敏反应 由于过敏反应使其真皮深部和皮下组织小血管受累,导致血管扩张,肾出性增高,肾出液滋血管近人疏松组织中形成局限性水肿。 2. 临床表现 2. 临床表现 本病的特点是发病迅速,有时半寻麻疹 3. 包皮水肿较为严重,呈淡红色或苍白色大片水肿,皮肤发亮 3. 包皮发胀,或有麻木胀水肝,一般不痒,可不影响排尿 2. 三天可自然消退,退后不留痕迹 3. 肠核病身体其他部位亦发生水肿,如口唇,颜碱,面部,部分患者可伴有。全身不适症状,如恶心,头晕等。 3. 诊断与鉴别诊断 4. 根据定时与临床表现一般不难做出诊断,末梢血向白细胞数可升高,是酸性粒细胞技术升高。 5. 需要与以下起病相鉴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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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包皮重咬 5. 尤其是小儿,由于外生殖器经常暴露于外,常有虫咬发生,包皮易高度水肿,同时虫血潮孔,臊痒感明显。 2. 淋巴管堵塞 5. 由于下腔部淋巴管堵塞,常可发生阴晶及阴囊的高度水肿。 4. 治疗 4. 治疗 5. 如食物,接触物等。 5. 发病后要平躺休息,让水肿尽快吸收避免用热水烫洗,以免加重病情,可用凉水湿浮,以帮助水肿吸收。本病可迅速不致自愈,不宜流色素。 1. 药物治疗 可服用抗过敏药物,如本海拉明LMGKG,分二。三次口服,绿本纳敏4毫克,每天三次,阿斯米佐冷MG,每天两次。 2. 局部治疗 3. 必要时可用一比一千本扎秀安清氏并变畜。 3. 必要时可用一比一千本扎秀安清氏并变畜。 3. 包皮血管神经性水肿是一种过敏性反应,临床常见包皮突发水肿,重胀透明,两至三天后自然消退,这就是发生于包皮的血管神经性水肿。 3. 病因与发病机制。 4. 一般认为本病是一种过敏反应,过敏源可能是食入某些食物、药物,也可能是接触某些化鲜品而发病。 5. 由于顾民反应使其真皮深部和皮下组织小血管受累,导致血管扩张、肾出性增高、肾出液滋血管近人疏松组织中形成局限性水肿。 2. 临床表现。 2. 临床表现。 2. 临床表现。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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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临床表现。 5. 临床表现。 5. 临床表现。 5. 临床表现。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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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临床表现。 肠和病身体其他部位亦发生水肿,如口唇、眼碱、面部,部分患者可伴有。全身不适症状,如恶心、头晕等。 3. 诊断与鉴别诊断 根据病时与临床表现一般不难做出诊断,末梢血向白细胞数可升高,是酸性力细胞技术升高。 需要与以下起病相鉴别。 1. 包皮虫咬 尤其是小儿,由于外生殖器经常暴露鱼外,常有虫咬发生,包皮易高度水肿,同时充血潮红,臊痒感明显。 2. 淋巴管堵塞 由于下腔部淋巴管堵塞,常可发生阴晶及阴囊的高度水肿。 4. 治疗 4. 治疗 5. 如食物,接触物等。 5. 发病后要平躺休息,让水肿尽快吸收避免用热水烫洗,以免加重病情,可用凉水湿浮,以帮助水肿吸收。 5. 本病可迅速不致自愈,不宜流色素。 1. 药物治疗 可服用抗过敏药物,如本海拉明LMGKG,分二。三次口服,绿本纳米4毫克,每天三次,阿斯米佐冷MG,每天两次。 2. 局部治疗。 必要时可用一比一千本扎秀胺轻视并变畜。 2. 局部治疗。 必要时可用一比一千本扎秀胺轻视并变畜。 2. 局部治疗